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下一句 首先我们看一看这里边的几个字 第一个岛 在通行本中 这个岛都写作道路的道 它的音也念岛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马戎注解这个岛 为为之正教也 那么包贤注的呢 就比较简单 说岛治也 也就是治理的意思 千圣之国 这个圣 就是兵车的意思 在古代能够出千辆兵车的国家 可以说就是大国了 所以这个千圣之国呢 就是一个大国 那么这一句话呢 也就是告诉我们 治理一个大国的纲领 下面呢就具体说出五条 敬 这个敬式的敬 说文解字上的注解就是 肃也 严肃的肃 在世明 世言语中 这个敬 解释为 井也 井梯的井 横字 肃井也 那么在包贤的注解中呢 说 为国者 举世 必敬慎 那么这个敬慎 就和这里边的肃井啊 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敬呢 我们可以解释为 敬慎 谨慎的意思 这个信 我们上次学过了 书文解字上解释为 成也 从人 从言 会议 它是 人言为信 是一个会议字 就是成信的意思 结用而爱人 这个结 就是 引申为 结减的意思 在甲子倒数上呢 有一句话呢 解释这个字 叫 肺 福过事 为之 结 就是我们的费用呢 不超过 适合的 适宜的范围 这个就叫 结 用 就是指财用 爱人 这个人 其实就是 民的意思 它是为了避免 和下面的 使民以实相重复 所以这里边用的是 人字 使民以实 也就是 中国古人呢 运用老百姓的 劳力 比如说要进行 公共事务的建设 铸成 防守 防御盗贼 用兵等等 都要 在农贤的时间 不要妨害 农时 特别是在春秋的时候呢 这个 兵征之祸及 日式征调 多为农时 由治国 所亦戒也 说在春秋的时候呢 这个 兵士很多 那么每一天呢 都征调 兵力 有很多 都会违背农时 这是治国呢 特别应该 警戒的 那么这五条 纲领呢 可以说是 治国的五条 基本纲领 虽然说是一个 治理大国的纲领 但是呢 治理一个小的国家 治理一个企业单位 治理一个公司 行号 乃至于 治理一个家庭 它的道理原则 都是适用的 所以我们不要说啊 哦 这个是讲治大国之道 我们学了 没有用 其实每一个人学了呢 都有利益 那我们下面呢 就把这几句话呢 一句话一句话的 来看一下 那么导千胜之国 我们刚才说了 治理一个大国是如此 治理一个小国也是如此 这一个道理原则 不会改变 所以呢 这个是讲的 治理大国的五条纲领 敬侍 第一条纲领叫敬侍 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敬忠 敬侍 负责的意思 那么这呢 也让我们想起了 在佛教的寺院中啊 第一个建筑物天王殿 天王殿供的四尊天王 第一尊天王 他的名字就叫持国天王 这个持国天王教导我们的就是啊 负责 尽职的意思 这个持就是主持 国是国家 如果我们主持一个公司 是总经理 董事长 主持一个国家 就是总统 总理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国家治好呢 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社会上都有一个责任 有一个工作 有一个本分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负责 尽职的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这个社会一定和谐 国家一定能够治理好 所以这个持国天王手里拿着一个枇杷 琵琶是带表法的含义 告诉我们做事啊 要取忠道 无过 无不及 就像这个琵琶的弦 如果调得太松 就会谈不出美妙的声音 如果调得太紧 就崩裂了 只有调得适中 这个美妙的声音才出现了 所以儒家讲中庸 佛教讲中道 都是教我们做事 无过无不及 才能够负责尽职的 把本分做好 那么这呢 也是告诉我们呢 佛教的这些塑像呢 它并不是神明 让你去顶礼摩拜 求生官 求发财的 而是呢 起到了教育的含义 它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学方式 那我们很遗憾呢 看到现在很多的地方啊 把这个佛教变成了宗教 每一天呢 在寺院里搞精颤佛事 为死人服务 更有甚者呢 把这个宗教变成了迷信 有很多的领导呢 带着很多的钱 到了五台山呀 各大寺庙去供养布施 回来之后啊 又是贪污受贿 违法乱纪 最后被抓起来了 还埋怨说啊 这个佛菩萨都不灵 没有保佑我 那么这并不是佛菩萨不灵 而是我们把宗教 把教育 佛陀的教育 变成了宗教 又甚至变成了迷信 所以呀 没有依教奉行 那这个当然呢 不是佛陀的真正弟子 所以这个佛教是教育 但是呢 我们却把它误解了 那么持国天王代表的就是 负责尽职 用我们古人所说的话 就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矣 也就是肃业在宫 那么我们看呢 这个魏征大人呢 编辑群书之药这本书 就给我们做了一个 静世的榜样 他呢 受到唐太宗的命令 要编辑一部书 来供唐太宗啊 施政做参考 那么他接受这个命令之后呢 他们就从一万四千多部的古籍之中 精挑细选 选出了六十五部 又从这六十五部之中 精挑细选 把那些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精髓 都概括出来 结果呢 用了短短五十万字的篇幅 六十五卷的书啊 就把五十卷的书 六十五种 就把这个唐朝以前 精识子的精华 给概括出来了 所以我们说呢 学习传统文化从哪里开始呢 特别是领导干部呢 学习传统文化读历史 就要从读群书制药开始 因为它是精华中的精华 用力少啊 而得到的效果却很好 那么这本书呢 呈现给唐太宗之后 唐太宗每一天 首不试卷的来阅读 那么他呢就说啊 他说呢 使我遇到事情不迷惑 能够考察借鉴古代的经验 这个都是得益于这一部书 使我智智击骨 临世不惑 清等立业 全都是魏征啊 你们这些人的功劳 所以我们看呢 如果魏征大人呢 接受了这一个任务之后 像我们现在的很多啊 学者一样啊 接受了国家的一个课题 目的就是拿到这一个 这一笔奖金 然后呢 稀了糊涂的 就完成了一部著作 拿着这个去交差 反正把这个钱领来了 可以花了 但是对于自己的著作呢 并不是很认真负责的 所写出的东西呢 不一定是符合道的 也不一定是对治国平天下 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呢 就不是一种 敬世的态度了 敬世后边呢 讲的是信 这个信就是讲 与民要成信 那么关于信这个字呢 古人强调的很多 像我们弟子规上也说呢 凡出也 信为先 乍与忘 稀可焉 凡是我们说话呢 都要认真负责任 不能够 故意说 欺骗别人的话 当然有的时候 人做不到诚信呢 并不是因为 故意的要去说 欺骗别人的话 是因为什么呢 是非疑 勿轻诺 苟轻诺 进退错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呢 没有认真的思考 这个条件成不成熟 就很轻易的 答应了别人 结果答应了别人之后呢 我才发现这件事 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或者时间不够啊 或者精力不足啊 不能够很好的完成 那么这样呢 就很难实现诺言 也就失信于人了 特别是现在有很多人呢 很喜欢喝酒 在喝酒的时候呢 喝到高兴的时候啊 他就得意忘形 一拍桌子 说这一件事啊 就交给我办了 结果呢 就这么轻易的承诺 第二天早晨 酒一醒啊 才发现 原来这件事呢 不是那么好做 如果不做吧 你又答应了人家 如果你要是去做吧 可能又违反了很多 国家的法律制度 这就是进退两难 那么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来说啊 讲求信用 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在我们的群书之要 孙青子上呢 就有一段话 讲了 为什么呀 必须讲诚信 我们看一看 这一段话是怎么说的 他说呢 就是像齐桓公啊 禁文公啊 楚庄王啊 吴王河驴 岳王勾剑 他们都是啊 身处 披露 就是偏僻狭小之地的国君 但是后来能够威震天下 使那些呢 中原诸国呀 都感到受到威胁 这并不是什么别的原因 因为什么强大起来的呢 就是因为他们讲信用 是所谓信利而罢也 这就是所说的 建立了信用 就会称霸于诸侯 那么下面他接着说啊 不物章其义 既其信 为利之求 内则不但乍其民 而求小利焉 外则不但乍其羽 而求大利焉 内部修正 其所以有 而常 遇人之有 那么这里边有几个字呢 不物章其义 就是不致力于伸张 他的道义 既其信 既就是成的意思 成就他的 成信 为利之求 就是为利是图 在内的 不恐惧啊 欺诈人民 追求小利 就是不顾一切的 不顾后果的 来欺诈人民 追求小利 对外呢 不顾一切的 欺诈和他结盟的国家 追求大利 这个欺语 就是与他结交的国家 那么 内部修正 其所以有 然常遇人之有 在内呢 不好好的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 而常常呢 想侵占别人所有的 如是 则臣下百姓 莫不以诈心 得其上矣 上 诈其下 下 诈其上 则是 上下 兮也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如果这样做的话 他的臣子和百姓 就没有不以欺骗之心 来对待君主的 君主欺骗 但臣民 臣民也欺骗君主 这是上下 分崩离析 如是 则敌国 轻之 与国 疑之 全谋 日行 而国 不免 威亡 那么这样一来呢 敌国就会轻视他 和他结交的国家 也会怀疑他 权术阴谋 日渐猖獗 以致国家 不可避免的出现危机 以致灭亡 那么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呢 就是啊 就是他们不遵循 理义 成性 而是啊 专门靠 玩弄 权术阴谋 来治国 那么 这个话呢 就告诉我们 对于领导者来说啊 统治一个国家的人 他们 能够 与民 成性 是最重要的 那么 这个信字呢 中国古人 也是非常的强调 所以说信利而霸眼 那么下面呢 我们重点讲一讲 节用 这个节用啊 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名言 说成由勤俭 败由奢 说富不过三代 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呢 就是第一代创业的人 往往都是白手起家 兢兢业业 艰苦奋斗 用自己的双手 创下了事业 奠定了基础 到了第二代 条件好了 但是他还能够耳闻无睹 富贝创业的艰难 还直到客勤 客解 使事业发展壮大 但是到了第三代啊 一出生 就过上了一来身手 犯来张口的生活 不仅没有体会到 祖辈父辈创业的艰难 不知道 客勤客解 还学会了 铺张浪费 娇奢 淫逸 这样呢 久而久之 就把祖辈父辈 辛辛苦苦所打下的基业 给败坏光了 所以我们观察历史啊 凡是能够成传三代以上的家族 那都是啊 有严格的家规 家教 家训 像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呢 就这样教导子弟 说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 人败离不开一个义字 讨人厌离不开一个交字 一个国家啊 一个家族啊 政党啊 企业啊 单位啊 他的破败 都是因为这里边的每一个人 过上了过分奢侈 过分浪费的生活 以至于 入不复出了 那么在汉书上呢 在汉书上啊 群书之药汉书上呢 就记载 他说呢 自成康以来 即且千岁 欲为智者慎重 然而太平不复兴者 何也 说自周成王 周康王的盛世以来啊 成康盛世啊 行错四十年而不用 就是这个刑法呢 搁置了四十年 都没有用 领域空虚 监狱里都没有犯人 那么他达到了这样的治理 那么从那个时候到 当时的汉代啊 将近有一千年了 想使国家得到治理的人 很多很多 哪一个当领导的 不希望使国家得到治理 社会和谐呢 但是这个太平盛世啊 却没有再出现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下面给我们回答了 以其舍法度而认私义 奢侈行而仁义废也 就是因为我们呢 废弃了治国的常理常法 这个法度啊 就是古人所讲的 就是古人所讲的理法 而且是恒常不变的理法 就是我们所说的 五轮 五常 四为八德 不再讲人意 理智信了 不再讲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婿 朋友有信了 也不再讲 礼义廉耻了 也不再讲 忠孝仁爱 信义和平了 把这些都给舍弃了 而凭着自己的私心 自己的喜好 来治理国家 奢侈盛行 而仁义被废弃了 因为人的私欲生起来了呢 为了满足自己 不断膨胀的欲望 必然会过上奢侈浪费的生活 而一旦一个人奢侈浪费了 他就不惜盘剥人民的血汗 他也不可能对百姓 有人爱之心 所以奢侈行而仁义废 这就是国家不能够再 回复到太平盛世的重要原因 那么我们再看呢 在这个群书之要上呢 有一段 讲的是魏文侯 当时呢请教李克 这个李克呢 也称为李亏 请教他什么呢 就问他刑罚的根源是什么 刑罚是怎么产生的 那么这个李克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刑罚的根源是产生于 人们协取不正的 还有啊 放纵奢侈的行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凡是奸邪之心 都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 才产生的 而过分放纵安逸的人 都是把心思啊 耗费在文士之上 耗费在追求奢侈品之上 饥寒病治 而能不为奸邪者 为之有也 有的老百姓饥寒交迫 吃不饱饭 穿不暖衣服 在这个时候还能不做奸犯科 不做写取不正的事情 这是很少有的 而另一方面呢 男女是美已相金 而能无淫逸者 内常有也 这个男女啊 都装饰的很精致 并且以此来互相攀比 看谁的用度啊 更奢华 更浪费 如果这样的话 人们不交涉淫逸的 这也是很难办到的 所以如果上面的人呢 领导者呀 不禁止奇迹淫巧 什么是奇迹淫巧呢 像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这个iPhone5啊 这些东西啊 都是奇迹淫巧 那么人们为了追求这个奢侈品 结果呢 越来越多 你越是追求呢 就越有人生产 满足你的欲望 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国贫民耻 国家越来越贫穷 而人民却越来越奢侈 国贫民耻 则贫穷者为奸血 而富足者为淫义 则屈民而为邪业 你看如果这个国家呢 贫穷 但是人民又奢侈浪费 那贫穷的人为了也过上好的生活 就一定会去做奸邪之事 而富裕的人呢 也一定会放纵自己的欲望 娇奢淫义 这不就等于驱使人民 去做携取不正的事吗 当人们被驱使 上了邪路 再用法律来惩罚他们 这就是等于给人民设置陷阱 所以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 如果君主啊 不从根本上来堵塞 而只是在肢结小事上进行督促 这是商国之道 那么我们从这一段话中呢 就可以看到啊 这个李亏啊 他在为国变法 他还是一个法家的代表人物 但是他在阐述刑罚 产生的根源的时候呢 他给我们深刻的指出 实际上是在于人们 携取不正的 还有放荡奢侈的行为 这才是刑罚产生的根源 所以呢 如果我们过着很奢侈的生活 那么也还促使 人们追求奢侈的生活的话 那么就等于驱赶着人们呢 走上邪路 他走上邪路了 欲望打开了 自己都控制不了了 然后我们再拿法律来制裁他 这不就是给人们设置陷阱吗 那么明智的君主呢 要知道 这个刑罚产生的根本 不是从肢结上呢 去治理 那么我们看呢 在康熙皇帝的时候呢 颁布了圣域十六条 来教导百姓 那么其中有一条呢 就是啊 和我们讲的节用有关系 这一条的题目呢 就是上节俭 以息才用 那么在这一条中呢 就讲到呢 开其源 由当 节其流 就我们不仅要知道呢 去生产 生产呢 聚集财富 还要知道呢 节省 节减 那么这样的话 财才不可生用也 这个财富啊 财用也用不完 那么在礼记上 有这样一句话 国奢则势之以简 国奢则势之以礼 孔子为礼 与其奢也 宁简 这个礼记上有一句话说呢 如果这个国家奢侈 之风盛行 就要给他 怎么样呢 就要教导人们 崇尚节俭 适之以简 如果这个国家太简朴了 就要怎么样呢 就要视之以礼 就要让他懂得礼 也就说 也不要过分的节俭 要符合礼的要求 特别是当客人 外宾来访的时候 我们平时自己 可以很节俭 但是呢 招待客人的时候呢 还是要符合礼的规定 这才不失礼 那么孔子说呢 这个礼与其奢也 宁简 这个礼呢 与其搞得太奢华浪费 宁愿 节俭 那么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节俭 是礼的根本 那我们看到呢 我们现在的国家呢 奢侈之风盛行 人们竞相比着 穿名牌 坐高档轿车 住豪华别墅 吃的是山珍海味 穿的是零螺绸缎 坐的是宝马乡车 那么在这种风气盛行之下呢 习书记当了总书记之后呢 就提出了 政治局常委 要遵循的八条规则 那么这就是 视之以简的表率 那么这就是从自己身体力行呢 给大家做出一个节俭的榜样 来制 来怎么样呢 引导社会啊 不要去尽情的攀比 那么在这里边呢 他还说到啊 他说 抱铁天物 则必招天谴 好度民财 则必招民怨 纵欲败度 殃祸立志 如果呢 对于这个自然界所生产的这些物品呢 物产呢 不是很节俭 而是过分的耗费 结果会怎么样呢 一定会有灾祸 殃祸立志 那么我们在明代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明代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张慕之 张慕之这个人呢 他们家世世代代啊 都是对国家有功勋的人的亲戚 拥有的资产呢 不计其数 他呢 过着豪华骄纵的生活 就是连王侯啊 都比不上 他的婢女 也都穿着锦衣绣服 奴仆也穿着齐罗 妻妾穿着的用度呢 就更加奢华了 拿领 我们说的这个绫罗绸缎啊 来干嘛呢 来铲脚 拿钵 来做抹布 丝毫都不觉得可惜 他们家里有一个聚景园 春天牡丹花一开呢 用各种奇异的景观 构成了一个五亩大的堂子 用彩丝做绳 聚集了机械一百余人来歌舞饮酒 含曲名为百花同春会 每唱一曲歌就赠给捐两匹 那么有一个客人看了之后啊 就劝告他 他说啊 过去扣来公 身为宰相 让歌迹陪酒 给灵一匹 赏给他灵 灵罗绸缎的这个灵啊 一匹 那么有诗之人呢 就讥讽他奢侈 为他做了一首诗 这首诗这样说 一曲轻歌一束灵 每人游字一贤轻 哪知织女鸡窗下 几度投缩十得成 所以你看 这个有人唱一首歌呢 就赠给他一束灵 那么被赠的这个人呢 还觉得这个赠的太轻了 谁知道啊 这一匹灵呢 是那个织女在织窗下 就是拨动了多少这个梭子啊 才把它织成的呢 那么扣来公啊 他听了这首诗之后啊 他就很后悔 而明公寅 爵位还不及扣公 用度啊 不应该太过分了 结果张目之听了之后呢 就大笑了 他说来公是个穷酸汉 他哪里能和我比啊 你看他傲慢的 根本就不听 结果到了冬天的时候啊 他就剪彩绸为花 用彩色的绸子剪成花 挂在树枝上 旧了之后呢 就把它换下来 换成新的 每年的彩绸费用 就不可生计 怎么样呢 没过几年 这个张目之就死去了 而家里啊 又被清算 妻妾都穿破鞋 向人要一尺一寸的布丝 人家都不给他 那么这个就是啊 报典天物最后得到的栽殃 所以中国古人说呢 报典天物则必招天谴 好度民财则必招民怨 纵欲败度 殃祸励志 这个呢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 在历史上呢 有很多 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蔡经 在执掌国政的时候呢 他的饮食用度 都非常的奢侈 他用人乳喂猪 用芝麻喂鹅鸭 用绿豆喂牛羊 还常用珍珠八宝啊 煎汤做菜 煮沸过几次之后呢 就把它扔掉 另换新的 每一次宴请客人啊 一盘菜就值中等人家 一家之产 你看多么奢侈 一盘菜啊 就是中等之家的 一家的财产 菜经含咸不美味 没有什么可吃的 这样他还不满足 结果上行而下校 他的一个家人叫翟谦 士大夫们都称他为云丰先生 也是浪费无度 与菜经差不多 有一次呢 他在年底 在宴请朝臣 结果这个客人呢 约有五百多人 厨师进上汤来 有一个客人就随便说了一句啊 他说呢 鸭舌做汤既鲜美又补养 结果翟谦呢 看了一下左右 也就是说他微微示意了一下 结果他的这个下人呢 马上就心领神会了 结果怎么样呢 过了没多久 就端上来每人一碗鸭舌汤 每碗里呢 都有三只鸭舌 客人看了之后啊 都惊叹不止 那么有和翟谦呢 关系比较好的 就细言说 这还不够 能再添一些吗 翟谦回答说啊 既然有心请客 还怕大度汗吗 于是呢 就派人快快添上 每人又添了一碗鸭舌汤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这个良心的人呢 有善心的人呢 有同情心的人 也有这些客人呢 就不忍心吃了 就放下了筷子 那么估计翟谦这一次请客 因为客人随便的一句话 杀伤了多少生灵呢 杀伤了三千多条生灵 那么后来呢 这个蔡经被贬斥流放 翟谦的家产也被充公 金人骚扰汴京之后啊 翟谦也到了贫无利锥之地的地步 最后呢 严接乞讨 饿死在街头上 所以中国古人知道 这个奢侈呢 是既对自身不好 给自己招来灾祸 也对国家不好 所以怎么样呢 凡是那些英明的领导者呀 皇帝呀 都是率先垂范 来例行节俭 比如说我们看一看啊 有一个宋仁宗的故事 宋仁宗呢 有一次呢 对自己的身边近尘说啊 他说呢 昨夜啊 因为夜不能寐 睡不着觉啊 突然感到肚子鸡肠碌碌 非常想吃烧羊肉 那这个近尘就说了 皇帝您既然想吃 为什么不传指要一个烧羊肉呢 你看呢 这个皇帝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 要一只烧羊肉算得了什么呢 为什么还要强忍着不吃不要呢 那么这个宋仁宗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我怕呢 我一旦传指索要这个烧羊肉 恐怕呢 从此以后啊 就会啊 成为惯例 即使不是每天都有烧羊肉吃 那时常也会有烧羊肉吃 那么此例一开啊 就不知道有多少羊啊 被宰杀 所以他说呢 岂可不忍此一夕之机 而起日后无穷之杀灾 我怎么能够不忍受 这一晚上的饥饿 而开启日后无穷无尽的杀戮啊 所以你看这个皇帝啊 他贵为天子 他要一只烧羊肉 他要几只呢 都很容易啊 但是他就是怕呢 这个先例一开 然后很多人会投其所好 那就不知道要宰杀多少只羊了 那么这个宋仁宗呢 平时啊 在私下 私下休闲的时候呢 常常是穿着那种啊 洗了又洗的衣服 他的围杖啊 被子呀 都没有加文绣 没有特别的装饰啊 精致的绣花呀等等 只是用那种一般的不薄 还有一次呢 有人呈现了宋仁宗蛤蜊28枚 也就是说那种非常稀有的海产品 这种壳类的这种海产品 结果呢 这个东西确实很贵 每一枚呀 价值一千 那么这个皇上怎么说的呢 他说啊 我这一下筷子 就要花费28千钱 我怎么能够忍受啊 我是不堪忍受啊 这不是我能够所忍受的呀 所以你看这个宋仁宗啊 他称为仁宗 确实是名副其实 他的人爱之心呢 不仅仅推积到万民 甚至呢 推积到动物身上了 这就是 这个就是古人说的呀 万物和我是一体的 这个君子远刨除 所以全无侧隐之心也 孟子说呢 这个君子人呢 都远离厨房 为什么呢 因为厨房里经常杀鸡呀 宰羊啊 经常看到这些血淋淋的情景 那么人经常看到这样杀动物的情景 自己的同情心 测瘾之心呢 就会慢慢的淡了 就会习以为常了 所以要远离这些杀戮的场合 为了是保全自己的测瘾之心 那么这个宋仲呢 虽然看不到 也没有下厨房呢 也没有看到这些动物被杀戮的情景 但是他都能够呢 都能够想到啊 能够仁爱动物 那么这确实是古人所说的 以万物为一体 那么把这种仁爱之心 推积到百姓身上 那么百姓怎么会不被感化呢 所以我们看一看呢 这个古代的皇帝呢 确实是自己身体力行 那么为了不开启这个奢侈浪费之风啊 就自己呢 忍着不去啊 吃这些美味 那么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了 宋仁宗做事这种敬慎的态度 为什么呢 你看自己是皇帝 一个动作 一个旨意 那就不知道呢 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所以他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是非常的敬慎 那么我们在历史上呢 看到了有很多啊 这种节俭的故事 比如说司马光 司马光在说他的先父的时候呢 他就这样说 说他的先父啊 曾经做这个郡木的判官 凡是家里有宾客来的时候呢 也会涉酒款待 但是他的酒啊 都是有节制的 或者是三旬或者是五旬 最多最多也不超过七旬 而这个酒呢 全都不是自己家酿造的 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家里的果子呀 水果也就是梨子啊 栗子啊 枣子 柿子 这些很平常的东西 所吃的食品 食物 也就是干肉啊 肉酱啊 菜羹啊 就是蔬菜啊 这些非常简单的食物 所用的器皿 也都是用瓷器和漆器做成的 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啊 都宠上节俭 所以他父亲这种简朴的作风呢 也没有人非议 但是呢 到了司马光的时代 这个呢 奢侈之风就盛行了 所以他就非常的感叹 他说现在的士大夫家呢 就不是这样了 喝酒一定是啊 特别的方法酿制的酒 这个国品呢 都是从远方来的珍贵其味 吃的食物呢 也都是啊 各种各样的 特别的丰富 器皿呢 都是很精致 摆满了案头 那么这样 不这样做呢 就不敢去请客 常常是在请客前的几天啊 就要为此准备 然后才敢去发邀请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 不是准备的这么丰盛的话 就怕呢 旁人会诽谤 会嘲笑 以为呢 这家人呢 太吝啬了 太穷了 所以呢 到了司马光的时代呢 不随着当时的风气 奢靡浪费的人 就很少了 但是司马光先生啊 他呢 就受到他父亲的感化 他呢 甚至做的比他父亲呢 更加的节俭 那么在史书上就记载啊 说这个司马光在乡下的时候 聚集学生讲学 师生聚会的时候呢 饭菜很简单 都不饮酒 甚至比他父亲呢 还做得更加好 他的父亲有饮酒 有节制 他这个时候都不饮酒了 司马光按学生的学习成绩 排出先后 然后啊 给他们讲解 孝辟中性的道理 唯唯不倦 学生没有不敢话的 有几个老乡 献上了普通的饭菜 也来请求司马光讲学 司马光不以饭菜的好坏为意 就为他们讲解大学中的章节 听讲的人都很高兴 司马光每次出门 老百姓总是旁立 敬如神明 后来司马光奉赵到朝廷去做官 卫士见了司马光 都举手加额 以表示恭敬 这老百姓呢都拦在道上欢呼说 司马光做宰相 我们才能过好日子 天子任命司马光做了宰相 经过青州的地方 村民数千围裙 踊跃 庆客 当时的辽国啊 听了司马光做了宰相 就纷纷的告诫说 中国以司马光为宰相 不可于此时侵犯宋朝边界 那在司马光过世的时候呢 皇帝啊 为他减善彻月 辍朝三日以示纪念 三朝都没有 三天没有上朝 为了纪念他 哀悼他 京城的民众都罢事哭泣 祭奠他呢 就像祭奠父母一样 四面八方 来了几万人参加葬礼 把这个纸博呀 香博呀 纸钱都买光了 这种情况啊 还从来不曾有过 你看一个人呢 他有德行啊 爱民 节俭 那么这老百姓呢 对他的回报啊 也是非常的丰厚 那么现在呢 我们知道呢 现在搞市场经济啊 有很多人先富起来 但是先富起来 没有学理 不知道用这个钱呢 去救济百姓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钱呢 用在奢侈浪费 买豪华的奢侈品上 特别是中国人 一到国外呢 那个LOV的香包啊 都是不止一个两个的买 所以呢 看了这个节用呢 我们确实也觉得啊 现在的人 应该好好学呀 如何节俭 那么这个 士大夫呢 当领导的人 在上的人 如果能够节俭 那么也能够上行下校 起到立竿 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 所以说呢 虽然奢侈之风很盛行 但是只要啊 领导者带头 立行节俭 这个风气呢 仍然是可以改过来的 那么在历史上啊 这个杨婉 做了中书侍郎 同平张氏 这个杨婉这个人 围观清廉 自己啊 自己呢 非常的节俭 结果他被封为 中书侍郎 同平张氏 这个帝王的命令 下达之日 这个郭子怡呢 正要宴客 听到了这件事啊 马上把他 座中的声乐 就减了五分之四 经兆尹 离干 他的随从呢 本来很多 那么当天呢 他就减少了 忠诚崔宽 他的房屋啊 建造的非常豪华奢侈 结果他怎么样呢 马上呢 就把他给拆毁了 所以你看呢 这个感应之素呢 是影之随行啊 想之应生一样 所以呢 想去去除奢侈之风呢 也并不是击中难返之事 只要呢 上面的领导者 能够坚持节俭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节用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讲一讲 爱人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爱人呢 其实就是爱民 那么古代的 这个经典之中呢 对于爱民这件事呢 都特别的强调 像我们以前呢 专门讲了一堂课 讲群书之要中的 爱民 民本思想 就是 其实呢 就是讲古代 这些领导的 怎么样爱民如子 世民如商的 比如说在左传上呢 就有这样的句话 他说 国之兴也 世民如商 是其福也 其王也 以民为土戒 是其祸也 这个国家之所以 能够兴盛 就是因为啊 他把人民 视为受伤的病人 加以体恤 加以关爱 很多人说 这个世民如商啊 就是把人民 视为自己的病痛 那就更近了一层 就是啊 把人民 视为自己 是一体的了 这样的去 关爱百姓 这是一个国家的 福祉所在 那么他之所以 灭亡呢 就是因为 把人民 视为泥土和小草 一样的低贱 不值钱 这也是一个国家 灾祸 所产生的原因 那么在六涛上啊 也给我们讲到 他说 善为国者 玉民 如父母之爱子 如兄之慈弟 见之饥寒 则为之哀 见之劳苦 则为之悲 能够善于治理国家的人 对待百姓啊 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 就像兄长 慈爱弟弟一样 见到他们饥寒交迫 就为他感到哀伤 见到他们劳苦奔波 也为他们感觉到忧愁 他是这样一种心 来对待百姓的 那么这个 古人呢 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民本思想 领导者 统治者都能做到 爱民如子 世民如伤 并且起到君亲师的作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百姓就不需要拿着人权 去和统治者讨价还价了 所以没有提出人权呢 并不是因为我们落后 而是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法 把这个人权保护得很好 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呢 称为圣贤 这个制度呢 就是把人教育成圣贤君子 再使那个圣贤君子 居于领导的位置上 这个叫圣贤政治 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 没有圣贤人了呢 原因就是 没有人教了 缺少教育 不像古圣先贤那样 重视经典 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了 这才是我们现在 人权问题 显得很突出的重要原因 那么最后一个呢 叫使民以食 这个使民以食的第一层含义啊 就是中国古人呢 认为按照自然节律来饮食 起居生产生活 这才是符合道的 这个才是正确的 那么 中国古代呢 是农业社会 那无论是农业 手工业建筑业呢 都有它适宜的时节 那么顺着这个适宜的时节 来安排工作 这个就叫使民以食 那么不要在这些人 很忙碌的时候呢 去意识它 比如说去让他们去做 建筑一个宫殿呀 或者去出兵打仗呀 等等 那么我们对这一句话呢 也要做这个与现代相适应的理解 就说呢 农工商民都各有忙食 那么在他们不忙的时候啊 来使之 这个就叫使民以食 不为农食 这个农呢 我们在现代社会呢 不仅仅是农业 工业啊 商业啊 等等 都要不在他们的忙食啊 去意识他们 那我们再把这一句话呢 扩大范围来讲 说现在的老百姓啊 从小到老 这一生的过程 在什么样的年龄 就应该有适应的 适应的教导 适合的教导 比如说在人小的时候 这个记忆力最好 就要让他多读诵经典 让他明白伦理道德的教育 让他学习弟子规 特别是这个小孩呢 他记忆力最好 你就要充分发挥他记忆力好的特点 让他多读诵圣贤经典 到了十二三岁的时候啊 这个十三经都倒背如流 什么叫倒背如流呢 就是从十三经里 任意拿出一句话 他都给你接着背下去 你让他停他才停 那么古代的孩子啊 特别是汉代的时候 我们看历史 出了很多神统圣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孩子十二三岁 就可以把十三这个经书啊 倒背如流 那么我们认为这样的人呢 很聪明 实际上并不是 那个时候才出神统 是因为古代的教育 符合儿童心理成长的规律 其实我们用心教啊 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神统圣统 那我们现在的教育呢 就违背了儿童心理成长的规律 在他记忆力好的时候 没有抓紧时间 让他寄送圣贤经典 而让他去干嘛呢 逼着他去做 有很高的理解力的奥数物理 这对很多孩子来说 都是一件很为难的事 对于现在的孩子呢 这个背包啊 是越来越沉 但是呢 效果却越来越差 这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没有在他小的时候呢 给他以适宜的教育 那么到壮年的时候呢 就要让他有一个好的工作 能够让他为国家效力 为人民服务 到了年老的时候呢 就要他安享晚年 能够啊 生活有保重 得到赡养 过一个健康 快乐的老年生活 所以中国人把养老育幼这些事呢 都看得很重要 那么把这个 这个人民的这个一生啊 都给安排好 按着他的年龄 给他以事实的引导 这个也叫使民以食 所以这个使民以食呢 就是按照他的生长规律 来教导 来引导 也是啊 其中的应有之一 那么在偶艺大师的 四书偶艺解中呢 他对这一句话呢 有这样一个注解 以静事为主 静事又从静止功夫得来 什么叫止呢 这个止啊 就是大学里边的知止 耳后有定 也就是止于至善 那么我们中国古人经常讲 有定力 有意心 也就是说你有专注的能力 这些呢 都是真实的功夫 如果心里没有定 心里就没有主宰 哪里来的静呢 所以心里有主宰 才谈得上负责静职 如果我们心里呢 没有目标 不知道做这件事是为什么 心里很乱 还很忧郁 怀疑不定 那么什么都谈不上 什么都做不好 所以静止的功夫啊 是从学问当中来 是从学到明理当中来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呢 就学到此地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